開車從這邊上去兩分鐘就可以到瀑布 非常療癒的白噪音 喔!好爹耶 越靠近聲音越大耶 好爽喔 全方道路齊驅 加油 繼續往前一公里就到清暗空了 這個還蠻有挑戰性的 我到了 這裡可以看到埔里墾地 高北看到明海 每次來埔里必吃 不要看他們乾麵走這樣喔 吃下去你會非常的驚艷 熟悉的老味道 超出賣了耶 超軟Q的 超賺的啦 大家好 我是阿滿 歡迎來到MANLIVE 今天呢 帶各位去 人高庫步 一日遊 不要不老說出發 GOGO 各位我到了 我開了一個小時的車 現在來到他的停車場 大概可以停個20台左右吧 然後一開門 走出來 就可以聽到 非常 歡喜的溜水聲 你們有聽到嗎 這裡好像是 清水公園 的停車場 這是可以直接開車上去的 但是我想說 走一下好了 看一下喔 從清水公園到能高瀑布 600公尺 步行大概10分鐘左右 那從能高瀑布再到慶安宮 要在40分 開車沒辦法前往 那到慶安宮不到的話 要在600公尺 要在走20分 他說 開車從這邊上去 2分鐘就可以到瀑布了 但是大家建議 車停在下面 然後走上去 比較有意思嘛 對不對 我很好奇耶 我看看 看這個 很讚喔 非常療癒的擺噪音 超級烈的 超級烈的 他這個步道算是還蠻完整的 整體的路這樣看起來還不錯 步道是沿著溪水這樣往上的 哇,好漂亮喔 它的水花 開始上坡路段 感覺今天瀑布的水量應該蠻豐沛的喔 聽到旁邊那個湍急的水聲就知道了 應該是啦 先來個猜測 等一下上去見證 懶惰了,你就可以直接騎上去 好像到了喔 你有看到那顆石頭了 而且我看到那邊有很多的水花 一直冒出來 越靠近聲音越大 這裡開上來有一個區域可以停車 然後 有人在野餐 好Chill喔 然後我們現在在 庫部的位置 再上去就是慶安宮 要再上去嗎 多遠 我忘記了 感覺可以去上個廁所 拜拜一下 它是位於 福星里的能高順瀑布 暗季的時候 仍能維持 水武分層之景 除了是埔里地區相當重要的灌溉水源之外 也是知名的寬布景點 哇靠 這上去可以看風景欸 我要到觀景台喔 這裡有土石油 哇靠 要走嗎 感覺不安全 剛才看了一下評論 從能高瀑布到慶安宮 要在40分鐘的路程 然後是一路的斜貨 好啦 都來了 挑戰一下好了 真的是斜貨 感覺騎摩車上去會非常輕鬆 越往上面的路越潮濕 然後崎嶇不平 還有20分的路程 前方道路崎嶇 車輛禁止進入 加油 繼續往前一公里就到慶安宮了 還沒有廁所 好 我會加油的 上面有很多人耶 再五分鐘就到了 這個還蠻有挑戰性的 因為一路都是陡坡 蠻硬的 我到慶安宮了 哇 好硬喔 我到了 這個就是慶安宮 拜一下 跟臣一步 是 會 不是 是 要 衝 再上去是 慶安健康步道 我就不上去了 我到這裡就好了 這裡可以看到埔里本地 從這裡看下去那個地方 等一下會經過 就是好像在辦什麼花卉的樣子 剛才要上山的時候就有看到 因為會經過 慶安宮 他是超過百年歷史的 那他的步道周圍 衣山放水 風景秀麗 可在此看到埔里本地的 遼闊美景 那再往前走可以看到一二二 還有百年宮寮 但是我應該沒有要去 給你們看一下 百年宮寮 然後可以看到雲海 之後一二二峰 因為海拔 一千一百二十二公尺 這個太遠了啦 真的不行 走到這裡就真的快 不行了 再休息一下 等一下要下山了 下山囉 下山輕鬆多了 真的是有累到 累到不想降化了 等一下下去瀑布那邊 先再好好的特寫一下 因為剛才那邊要有人 就比較不好特寫 嗯 這個步道平日 這個人潮 其實這樣 看還蠻多人的 其實我剛才在爬這個步道啊 我的頭腦一直冒出了一個東西 就是蘇媽媽湯圓 我覺得等一下應該要來沖一波 吃個湯圓 好久沒有吃了 很懷念耶 蘇媽媽湯圓就是要喝熱的 然後一定要黑芝麻 讚 火下來了 大家都把車開到這裡耶 你看 只有我最勤勞的 喔 好涼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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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發 吹涼涼 準備下山 经历了快一个小时 我终于走回来停车场了 抱远 超远 但是还是要停在这里走上去比较有感 那我们就出发去吃汤圆啰 来到埔里一定要吃胡果熊 这间我已经吃第三次了 每次来埔里必吃 超好吃 推荐给你们 吃午餐啊各位 就是供满汤手工满 然后切菊花肉 还有他们招牌干面 不要看他们干面走这样哦 吃下去你会 非常的惊艳 这样 讚 它的下面是 豆芽菜跟韭菜 上面是一块瘦肉 超棒的 熟悉的老味道 菊花肉超嫩的 哇 湯的湯头还是一样好喝 就是夏日必须要排队的美食哦 就是夏日必须要排队的美食哦 湯当下去大概七分饱左右吧 大概还有三分可以吃汤圆 好 出发 各位吃汤圆啦 各位 这是它的菜单 这是它的菜单 买完了 回家 要喝热的 热的那个汤圆才会 所以 比较软 咬下去就有那个爽感 赞 前面刚好有间妈煮廟 然后来这边 试吃给你们看 这个冬天喝一定很赞耶 而且要 里面有白木耳 一颗黄色的 湯圆 一颗 灰色的 灰色就是黑芝麻 黄色就是花生 然后 哎我们两颗耶 两颗黄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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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颗大颗的 湯头有点桂圆红枣的 湯头 还吃个花生的 哇 倒出来了 超嫩Q的 超嫩Q的 好好吃喔 黑芝麻 黑芝麻超赞 喔 黑芝麻的 超不爛了啦 吃完了 好啦 準備來做個結尾了 那今天埔里算一日遊嗎 還是冷高庫布一日遊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到這裡了 成功了吃了我來埔里最喜歡吃的兩個美食 而且都不用排隊 因為今天是平日 不然假日這兩間一定都是排到爆 好啦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影片的朋友就幫你個喜歡 還沒訂閱朋友就要幫我訂閱喔 那我們下部旅程見 掰掰 回家睡覺